你还记得他吗 他叫江山 在酒吧特大洪水中 年仅六岁的他 在黑暗中抱着大树 硬撑九小时 终于等到了奶奶说的 那戴着五角星帽子的叔叔们 然而就在小江山被救下 几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却有位戴着五角星帽子的叔叔 壮烈牺牲 他叫高建成 您能看出此时的他 已经高少了好几天了吗 可为了不被替换下低 高建成隐瞒了病情 并连续奋战了四个授业 但就在他接受采访后不久 排州湾大巴突然绝口 一万两千名百姓危在担心 生死时刻 高建成带领战士 逆着逃难的人群 火速向排州湾绝口奔去 然而即将到达 突然山呼海啸 一股三四米高的头浪一圈将车队打散 据时任排长的陈贤宝回忆 混乱中突然有人大喊 同志们别慌 考验我们的时刻 到了 陈贤宝扭头一看 正是指导员高建成 只见他沉着镇定 立刻组织突击队员跃入水中 抢救被洪水冲过来的百姓 并将百姓拖到树上救命 可树木很快被占满 而此时军车也被淹没 十万火机间 高建成迅速将水性好的战士 分成小组 用救生捐拉着落水百姓 紧急突围 9700959 这是高建成当时穿的救生衣 发着高烧与洪水搏斗的他 看到新兵赵文元体力不支 便不由分说地脱下救生衣 强制给赵文元穿上 有朋友可能会问 赵文元为啥没有救生衣啊 其实不单是他 此时全连一百多战士 只剩下了八件救生衣 因为我们可爱的战士们 将那生的希望全让给了我们 在让出救生衣后 高建成凭着儿时练就的水性 与洪水搏斗了两个多小时 并又救出了八名百姓 但他的体力却耗尽了 高建成开始不停地枪水 不停地挣扎 可突的 他眼前一亮 一棵树 是的 挣扎中他看到了一棵树 生的希望让他挣出力量 向那棵救命树游去 五米 三米 一米 然而就当他要得救时 高建成却看到了那即将溺水的 战友流难 什么是英雄啊 英雄便是在我们三思而后行时 那个奋不顾身的人 高建成不停地枪着水 却仍然顶着浪 不停地向战友游去 此时的他全身惊软 用吊着的最后一口气 艰难地将战友救到树边 并用最后的力量将战友推向了那棵 本来能救下自己的大树 牺牲时 高建成只有33岁 在执行任务前 他写信给妈妈 抗洪归来 我就去修整老家的房子 让妈妈你老人家 安详万年 可在酒吧抗洪庆功大会上 高建成的老妈妈 却把儿子那攒了好几年 给他修房的一千块钱 全捐给了债居人民 而此时高建成的女儿只有四岁 妈妈爸爸带牙去了 爸爸到水里去了 妈妈爸爸爸爸带谁你饿不饿 他不饿的 妈妈我想爸爸怎么办 看天亮的心情 许多外国人看不懂 为何中国经常能出现这样的场面 其实道理很简单 谁把人民扛在肩上 人民就把谁装到心中 此心此生无憾 生命的火影月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